啊 完蛋了 藏什么冒烟了 咱们赶紧去修理场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小乐小乐 今天兄弟们还想让你给他们放烟花看呢 走 咱们出发去烟花店吧 还去啊 我奶奶非得把我揍死啊 你的粉丝们马上也要开学了 你就不想给他们放最后一只烟花吗 不是 我不想放 是因为我奶奶她真的不让我放 哼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粉丝放在眼里 口口声声说对他们好 现在连放个烟花的小事都做不了主 行 你照说是吧 那今天我也不管粉丝们会不会给我点赞了 就为了兄弟们之间的感情再去拼一次 你去哪 喂 你干什么去啊 去我奶奶家 情况不妙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完了完了 我原来和他奶奶吵起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 小乐 你没事吧 我 我真的经历了 我奶奶说我之前放烟花把家里的鸡给吓死了 现在说什么也不让我放了 而且还把我的钱全部都给没收了 嗯 那个 把车钥匙给我 你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哎呀 你就给我就行了 哎 你干什么去 小朋友 我有花木兰 替父充君 进入我小朋友为父买烟花 兄弟们放心就好了 烟花我今天必须给你们买了 我现在来到烟花店了 咱们看看都有什么种类的吧 还别说烟花还挺多的 哎 这个加特林必须拿一个 这个丰臭不错 拿一个 要 这有二脚灯 听说这个二脚灯声音特别大 也拿几个 这小飞机也不错 拿一个 还有这个往天上蹬的小火箭 最后再拿个大的 ok 今天就给你们找那么多 好了 现在全部都已经放进后备箱了 走 咱们赶紧回去吧 啊 完蛋了 操什么冒烟了 咱们赶紧去修理厂吧 车我现在已经放在修理厂了 不过人家说要过几天才能修好 兄弟们烟花都已经包下来了 可是咱们回去该怎么给王小乐解释呀 哎呀 算了 先回去再说吧 行了 你快看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哇 原来你是去跟我买烟花了 不过你怎么一个人抱着烟花回来了 车呢 啊 那个车被我给撞了 啊 严不严重 你说说了没有 我没有事 就是车被我前前给撞了一下 两天才要修好 人没事就行 走吧 先把烟花放回家 行 你奶奶再不在家呀 他呀 出去打牌去了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可以让我奶奶进不来 什么办法 看到没有 这个门上的钥匙就在砖头下面 小朋友 跟我来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小乐 哎呀 你先进来 快 把门一反锁 我奶奶就彻底的进不来了 试一下 咱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尽情的释放烟花了 你确定要是只有一把 我确定啊 放心就好了 为一切的艰难退缩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